字幕秀 李隆基 字幕秬 李隆基 字幕秀 李隆基 李隆基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翼更頻道 剛剛跟大家更新了 李隆基的未婚妻 保釋被擴及被控六項的罪名 現在又有比較詳細一點的資訊 所以就跟大家繼續更新一下 睇吓他這事件到底是怎樣 根據香港01的報導 藝人李隆基36歲未婚妻黃青霞涉嫌預期居留、使用虛假文書等六項罪名 今日2月20日被人押到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而黃青霞出庭時申請潮水 雖然辯方律師有替黃青霞申請保釋,但被裁判官拒絕,案件押後4月16日再審 但黃青霞會在2月28日下星期三做保釋覆核申請 而根據控罪資料顯示,黃青霞在2019年申請入境證時 說謊話,說自己獲頒法來頓大學工程學的碩士學位 但這個來頓大學好像在他之前所說的文件證書中未聽過 而且他是有用其他虛假的畢業證書 另外,黃青霞涉嫌兩次預期留港分別3年和9個月 而這個女被告黃青霞面對六項控罪 第一,為取得入境證而作出虛假陳述 還有一項使用虛假文書 一項管有虛假文書 一項向入境主任作出虛假陳述 兩項違反逗留條件罪 一共六項罪名 而他戴上口罩,穿黑色大衣,神情潮水 控方表示準備好,聽取被告答辯 但辯方要求將案件押後索取文件和向被告提供法論意見 律師是有幫被告申請保釋,但被裁判官拒絕 而李隆基沒有上庭 他說自己在廣州拍攝 這個之前就說了 但他就找了謝偉俊去做一個處理 但謝偉俊沒有去到現場 就由一個姓江律師去代表黃青霞 而江律師離開法院的時候就說到 謝偉俊因為忙於其他事務而未能親身到庭 而江律師就說不方便回應黃青霞的精神狀況 而黃青霞被控取得入境證而作出虛假陳述 同使用虛假文書罪 這一個罪名是怎樣呢? 是說到他在2019年10月23日 在申請入境證時做出虛假陳述 就聲稱在萊頓大學獲得頒發工程學石士學位 還有用了三份虛假PSA畢業證書 PSA那個證書 其實之前香港01那邊也都已經求證了 就說到人家是沒有他的紀錄 除了沒有紀錄之外 人家PSA那邊還說能不能夠法律追討 那會不會是PSA那邊真的做法律行動呢? 然後撩起這件事呢?這個不知道啦 但我們看到他是取得入境證 當時的入境證是什麼呢? 應該就不會是優才啦 至於違反逗留條件和向入境事務主任作虛假陳述罪 就說他在2023年3月26日違反只可以留港去到2020年2月9日的逗留條件 他亦都涉及同一日向入境事務主任做虛假陳述 他又說自己是3月26日前幾日在內地經港珠澳入境 即是說其實他是沒有出過境的 是在香港一千天啦 這一個人我們看得到 他是說謊的慣犯來的 他是可以向著這些政府人員都說謊的 然後他可以夠膽死用這些假文件去申請入境證 即是這個人是非常之大膽的 還說到自己有IQ不知幾多幾多 另一項違反逗留條件罪和管有虛假文書罪 就說他在2024年2月17日違反只能夠留在香港 去到2023年4月24日的逗留條件和管有三份虛假 看落好似由PSA發出的畢業證書副本 好明顯啦 現在是因為他的假證書 就用了來去做申請留在香港的資料 其實為何現在才會寫到出來呢 可能都要多多群網友啦 或者多謝群QR啦 因為如果不是大家寫到件事寫到這樣 是不會媒體故意去查的 一查之下一寫就爆啦 現在是連保釋申請都被拒絕啦 還有啊這件事啊 看到啦 這個人是大話連篇的 至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已經等於是政府官方認證的啦 之前其實很多事都說不確定 不肯定 但是如果是上到法庭的話 人家是有證有句先會去做一個起訴的動作 不會無緣無故搞你的嘛 而且這件事搞到這樣啊 又跟所有城中的名人合照啊 甚至乎擁有些高官的合照啦 這樣搞一搞啊 你拿著的合照 不知道拿去做些什麼都幾麻煩的嘛 所以幾樣東西加在一起 現在一獲做起它啦 整件事都非常之戲劇性的 喂!你捉人的時候呢 竟然選中李隆基 你不在香港的時候才捉喔 那不單止喔 李隆基呢 有些人啊 就說他特意 把王青霞出來 把他捉爆 但我自己又不是這樣看啦 你捉個王青霞灰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李隆基 那這件事呢 他會不會知情呢 如果李隆基是知情之下 去收留一個預期居留的人 可能他自己都有罪的 他無必要去捉你啊 但現在我們看回喔 你見到這個人呢 是講好多謊話的 是膽敢用假文件啦 各方面的東西 全部都可以是虛假的 這樣我就有個懷疑啦 他當時呢 就說 不同啊 李隆基結婚喔 那會不會 是因為這些這樣的事件 他預期居留 他的身份是不能夠結婚 一拿東西出來呢 就會被人捉 這件事他知不知呢 我認為他應該知的 因為你看回 他上過去入境事務處的 有跟這些入境事務主任 做一些虛假陳述的 即是說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如果這些東西你拿出來的 好可能人家一check 就check到個預期居留的 分分鐘呢 跟李隆基說 啊說點點點那些 不結婚可能 都是一些大話來的 還有喔 今次呢 如果是沒被人踢爆的話 比他一直這樣玩下去 好有可能 他真是做一個騙子 去騙了成中名人的 那李隆基呢 就千年度行一朝喪啊 那這個案件其實我都有看到 很多大家的留言啦 那很多人呢 就大快人心啊 那當然 由這件事一開始 就根本不會搞成這樣的 你如果是低調的話 根本沒有人知道 你預期居留在香港的 亦都沒有人會去探究 你到底學歷是甚麼的 講來講去 其實都是自作業不可活咯 還有啊 你看回啦 他一開始交去 這一個政府裏的文件 已經是假的了 是2019年的時候做的 即是說這件事都還未爆出來 會不會是真是 有少少奇怪啊 為何會覺得奇怪呢 是不是有些精神問題啊 即是說你騙人的最高警戒 是連自己都騙了 我自己都以為這些是真的 結果就拿出來用 給媒體看 給你求證 結果呢 原來是我自己騙過自己 那想起來都幾恐怖的啊 當然啦 剛才就查過啦 就說這一個事件 如果要坐的話 最高的刑法是14年 再加三年 因為管有虛假文件 這個罪是三年的 用這個虛假文件呢 又是14年啦 那會不會判到這麼高呢 那就未必會判到這麼高的 始終初犯啦 但是他還有預期居留啊 這六項控罪加起來 真是要看法官怎麼判啊 因為這件事是搞到滿城風雨嘛 其實現在這樣說啦 李隆基啊 還說一定會娶王青霞 那如果一個不幸運 阿霞姐 在裏面坐十六八六 出來的話 李隆基還有沒有命等他啦 現在都已經不是說長距離戀愛啦 而是監獄式的戀愛啦 不過啦 這一個這樣的大話症 最終呢 都是被人踢爆了啦 踢爆他的 就是香港政府啊 不知道李隆基知道這些事件 之後呢 他有些什麼看法呢 是會繼續愛他啊 還是離他而去呢 那其實比較好彩的 就是那七層樓啦 那七層樓呢 沒有轉名給他 現在看回啦 都算是好彩啊 也都是引證了 大部分網友所擔心的事 不是空月來風啊 好啦 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你覺得啦 黃青霞 坐完監 蹲完監出來 阿基哥還會不會同他結婚呢 下邊留個言啦 那我們下集見啦 拜拜